来过 看过我们了 一个非常不负责任的男人 对 你是在农村 对 周围会有人嘲笑你吗 有 村里人办喜宴 外婆就背着我去了 当时每张桌子都挤满了人 唯独我坐的这张桌子 只有我和我外婆 我看见几个年纪和我差不多的小孩 就去招呼他们过来坐 有一个小孩刚刚走过来 就被他妈妈拉到了一边 大骂了一顿说 你不能和他玩 他的病是会传染人的 都把我当作怪物一样看待 还有人说 喂猪会长肉 喂狗能开门 养他这么个废物能干嘛 从此我再也不愿意去 人多的地方就在家里待着 哪儿也不愿意去 爸爸对你不好 那妈妈呢 妈妈在哪儿 妈妈因为要维持我们一家的生活 我还有个妹妹 所以一直在外面打工 到我病情最严重的时候 我妈妈回来了 带我去我们 那个当地的比较大的医院去确诊了 当时确诊了以后 医生就说我患了肌肉萎缩 是世界上非常罕见的一个病 就说也治不好了 就说这样带回去吧 反正活不了多久了 就这样说 当时我看见我妈妈还有外婆 他们都抱着哭 但是